接下來這個人要跟我們分享的 二十五歲 我沒有變 沒有變 逸軒 真的嗎 沒有變 這多久前 二十五歲 十五歲 十四年 沒有變 真的嗎 真的 我覺得 剛好妳真的是又瘦起來 妳看 好漂亮喔 健康 很美耶 可是妳不覺得以前真的是 充滿滿滿的膠原 然後皮膚會成那種碰碰的 然後很緊張的感覺 還是有厚到厚到的感覺啊 但是 然後臉型很美啊 超美 但是我要講的是 其實我 這是二十五歲喔 身材還OK 但是事實上我大概是從 十五歲 十六歲左右 就開始一直為了身材而苦惱 十五十六歲 十五十六就開始 妳一直這樣子怎樣 因為我想讓肩膀小一點 然後我從那個時候 我大概從十五六歲開始 應該就是什麼 無油餐啊 然後 然後還有跟媽媽一起吃 泰國減肥藥啦 然後嘗試各種的那種 斷食啦 蔬菜啦 妳十五歲就減肥 妳還在嘴巴 因為我那時候非常快 非常壯的一個小胖輩 所以我從十五六歲開始減 所以一直到大概二十五歲的時候 有瘦 但是在這過程當中 其實反反覆覆 反覆覆覆 都有一次起伏 然後包括我說我亂吃藥嘛 然後那種都會瘦蠻快 我覺得因為年輕的關係都會瘦快 但是它也回彈得很快 然後就回彈之後 它就可能比妳原本胖的時候 還在胖 真的喔 所以就會一直這樣跳 但是我真的覺得 因為底子好 那時候年輕底子好 所以妳這樣亂瘦 妳身體不會太有抑狀 但是事實上妳就會發現 現在我這個狀態 再去亂搞完全不行 然後我現在花這麼多認真 這麼認真這麼多的時間 去健身啊 飲食控制啊 才覺得說 有讓身體比較恢復正常的狀態 然後才會 對 就會覺得身體 這個狀態是可以負擔的 我就現在完全不敢再碰那些藥啊 什麼有的沒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女生啊 就像我那種異胖的人啊 真的是從小就是很辛苦的 在維持自己的體態 是一個很累的事情 非常 對啊 因為很痛苦 然後我又愛吃 對 對啊 其實我很佩服易瑄 因為她這一次真的是下定決心 真的 很下心 對 而且已經半年以上有了吧 現在第五個月 對啊 所以我還蠻佩服她 所以我還蠻佩服她 就看了 就會有任何方向來 對 我現在沒有機會 Não想解釋 你 對 不會 然後 我再進去 你 你 要 你